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有一个朝代 一半以上姓氏在那时形成 一半以上成语在那时产生 一半以上行业的祖师爷出自那个时代 那时产生了教会我们李毅临时的孔子 著作《道德经》的老子 教我们如何打胜仗的孙子 还有法家的列祖列宗 丸子 荀子和商鸯 这个朝代就是春秋 春秋武霸 谁是真正的霸主 三百多年的历史 又有多少无以计数的英雄 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彩故事 让我们在春秋这个百家争鸣的舞台上 重新观看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 和感人肺腑的历史人物吧 了解历史有这点好处 就是说让你在看完它之后 能够对现实感到坦然 对未来感到释然 应了那一句老话 知道历史才能懂得现在 预见未来 郑国和周朝的关系 那是超越一般中央和地方关系的 他们是真的兄弟 他们曾经患难与共 互相帮助 没有周朝就没有郑国 没有郑国 周朝也会有所不同 可是即便是这样 该忽悠的时候 还是要忽悠的 谁也不客气 上集说到了 郑庄公灰溜溜的 给周朝天子改回了家 于是手下人给他出了个主意 把周朝自留地旁边的麦子 割了个精光 对于这件事 周朝的反应 让郑庄公很意外 他原本担心 中央军会来讨伐的 至少中央也会给个免去 爵位留职查看的处罚 或者来个通报批评什么的 他已经让记足 草拟了一份情况说明 和一份深刻检查 看到时候哪个能用得上 免得措手不及 可是周朝的反应 竟然是没有动作 似乎丢掉麦子的 不是周朝 而是对门的邻居老张 根本不入流 郑庄公感叹了 宽容啊 中央就是中央 宽容大度啊 这点小错误 也就不追究了 但是老板不追究 地方就要反省了 人总是这样的 你来硬的 我跟你对着干 你来点怀柔宽容的 他就不好意思了 郑庄公对记足说 老记啊 看来咱们做错了 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面的批评记足 主公知错能改 山莫大焉 咱们知道错了 就上门去道歉 道歉也是个沟通的好办法 记足总是有办法的 坏事总是能变成好事的 挺好 就这么定了 郑庄公觉得这主意不错 正好自己也有一些怀念 在伟大首都的日子 于是决定亲自去洛邑 朝拜一下 向周桓王示好 另外 首都的葱油饼 也是令人向往的嘛 就在郑庄公准备启程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宋国的公子冯避难来了 满身是血连滚带爬的来了 原来 庄公把小城长阁给了公子冯赞助 没想到宋军以闪电战的方式攻占了那里 公子冯死里逃生 跑回来了 郑庄公这下火了 当初周瑜五国联军来讨伐郑国 宋国就是最卖命的那一个 如今又找借口占领了我国的城池 那不就是太岁爷头上冻土了 没错 公子冯是你宋国的公民 可是人家在我们这儿也办了赞助证啊 也有无罪证明啊 凭什么你们就要冲过国界来抓人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国际警察啊 庄公这回真是大怒了 转头对祭祖说 老祭 我就想办了宋国 你看看有什么好注意 祭祖笑了 祭祖一向以来是个讲效率的人 一向认为出一趟差 应该多办几件事 得对得起那盘缠 祭祖说 主公啊 这下去伟大首都多了件事了 庄公心说老祭怎么把我的话给查开了 说先办了宋国 再去首都洛邑 祭祖说 主公不然 打宋国没这么简单的 首先宋国的爵位比咱们高 咱是侯爵 人家是公爵 其次宋国也不好惹啊 这些年年年年打仗 虽然战绩不佳 但是胜在经验丰富 以我看来 这事啊 还得打着中央军的旗号 号令各方诸侯一块去讨伐 名正言顺 而且人多是众 要办这宋国 那可就容易多了 祭祖就是这样的 想什么事都想的很周到 祭祖为什么那么聪明啊 洗脚 经常洗脚 很重要 郑庄公带上祭祖 去了洛邑 朝见周桓王 两件事啊 第一件事表示歉意 不好意思 割了您的麦子 第二件事呢 希望周桓王下旨 让郑国率领联军 去讨伐宋国 两个人带够了礼物 兴高采烈 一路春游似的 去了伟大首都 周桓王听说郑庄公来了 吃了一惊 哎呦 心说这不要脸的来干是吧 割了我的麦子 还要上来抢我东西不成 不过没办法 既然人已经来了 怎么说也得见见呢 于是郑庄公朝见桓王 爷孙二人相见 都是皮笑肉不笑的 郑庄公把礼物献上 周桓王是一眼没看 就让人收了 寒暄已闭 场面上的话说完了 周桓王先说话了 郑国今年收成如何啊 托大王的福 今年天气好 收成也不错 那就好 温的麦子和成州的早稻 我们能留下来自己吃了 周桓王冷笑着说 他压根就没打算 给郑庄公什么好脸色看 郑庄公是什么人啊 话到这儿就已经知道 这一趟算是白来了 礼物白送了 再说下去 那非翻脸不可 于是就找了一个肚子疼之类的借口 退了出来 回到国宾馆 祭祖就赶忙来问 主公啊 怎么样啊 白来了 郑庄公把这经过一说 说着周桓王是一点没有善意 别说下旨打宋国了 是缓和关系都没可能了 祭祖一听 也没办法 照理啊 到了晚上周桓王就该赐验 带着大家吃吃野味 看看胡人歌舞 唱唱卡拉OK之类的 可是周桓王连这都没做 这待客之道都没有了 没办法 到了晚上 祭祖只好领着郑庄公 找地方洗脚去了 第二天 桓王派人送来石车的骨子 说是给郑国用来备战备荒的 省得到时候跑那么远 过来割麦子 这摆明就是讽刺吗 郑庄公看了 哭笑不得 周桓王这孙子 当然不能说是骂他 周桓王论备份 还真是郑庄公的孙子呗 这回太过分了 讽刺 讽刺人可讽刺到这个份上 实在有点掌幼不分 不过人家是天子 况且现在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给你东西 你还不能推 还得接着 不带走还不行啊 可是堂堂一个诸侯 前任的国家总理 算起来还是天子的书爷呢 就赶着石车骨子回去 丢不丢人呢 正发愁着呢 周公派人来了 原来啊 这周公啊 知道周桓王羞辱郑庄公 不但不带客 而且给了石车骨子 为了补救 周公自己掏腰包 背了两车绸缎 给郑庄公 看见这绸缎 有一个人乐了 这个人谁啊 就是祭族 笑什么 这比骨子值钱吗 郑庄公反问他 天下人都知道 郑庄公来首都了 就算有两车绸缎 也掩盖不了 那石车骨子的羞辱啊 祭族说 主公 你先洗个脚先啊 看我怎么处置 祭族让人 伺候着庄公洗脚 自个溜出去了 洗完脚一出来 不看则已 郑庄公一看之下 大吃一惊 为啥呢 骨子不见了 只剩下石车满满的绸缎 祭族总是有办法的 要记住这一点 祭族永远都有办法 可是怎么变出 石车绸缎来了呢 那年头还没有像 刘谦这样变魔术的 祭族也不会啊 不过他不会魔术 却有办法 祭族啊 就把那两车 周公送的绸缎 全打开了 全部都盖在 石车骨子上面 于是乎 这石车骨子 就变成了石车绸缎 就这么简单 挂羊头卖狗肉吗 当你低头的瞬间 在发掘脚下的路 在发掘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原 盛开着永不凋零 蓝莲花 蓝莲花 就变成了石车银 就变成了石车银 就变成了石头 就变成了石车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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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变成了石车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